大家好 我是先扭户软件和先点户软件有负责商务的 在座的都是程序员 你们做的事我都不做 你们不做的事我基本上都做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出来之后的 所有的买量、变现、推广 基本上我所有东西我都在那次做 今天是轻松信息往后的王源阶王总 刚开会之前跟我聊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很感慨 因为本来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大家不想打工 不想在公司上班 然后出来创业该怎么做 就是做工具 因为我们公司是真实原因 我们老板是LS公开师 在08年的时候老板自己出来 从公司跳出来做开发 然后08年就开始做开发 然后在LS第一代 然后做了非常多产品 KBO的Wallpaper 做了非常多 在iPhone3DS时代的时候 都被fetch了好几次 然后我是三年前到公司的 我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只有三十几个人 现在我公司有差不多130多个人 然后明年可能人更多 就是我们也是从一个创业企业过来的 而且也是从工具出海 就是LS跟安卓工具出海 这么一钩走坏了 然后就是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网斯历程 然后我公司的基本上就是说 会比较中设计 对于工具来说 然后就是我们那些工具产品 像是图像 pixu pixi pi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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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游戏 像那个第二行 那个Works 那个新 然后是一个3D的一个出色 然后大家比较熟的 应该是第三行 那个pentry 因为那个pentry 第三行第一个那个pentry 因为pentry是我们去年12月 去年12月14号上线的 然后去年 去年 农易中节的时候 跑到了中国总榜的前十 现在一直一年过去了 维持在中国LS总榜的前一百 已经维持一年了 作为一款游戏来说 我觉得生命中期还是比较长的 然后底下的还有最后一款 那个霓虹 霓虹灯旋转一个puzzle的游戏 我们也在中国总榜LS总榜 前两百名 至少待了有半年了 就是我们产品相对于 其他的一些游戏公司产品来说 生命中期比较长 然后还有一些音乐软件 然后就是大概很快过一下 这些都就是我们是 包括这是美区 我们在这款容易在美国吃的两年前 美国的热搜 美国的总榜第四 然后包括YouTube上的视频 两百多万一百多万 就是之前一些在美国的一些成就 然后这是盆子灵在中国 中国总榜 然后二月份都上去了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东西 然后我只要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就直接就跑题了 就直接讲一下 如果说在座的无公司小创业 出去做一个工具的产品 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是怎么选产品的 我们是怎么去立项做产品的 因为我公司虽然也大 但是现在拆的部门非常的多 就是基本上都是可能三个人 最多十个人 一个项目组 几个技术配一个给几个美术 基本上就开始干嘛 然后其实也算是小团队的一个跑法 然后比如说例子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要立一个项 给我们图像先立一项 给我们图像立一项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是做图像滤镜的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是想做一款 比较大的产品 然后我就带产品经理去已经跑 然后跑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数据 因为大家在讲短视频这种东西 就是这些其实很大一些数据 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 对西安的工作来说 其实离得非常远 就不管抖音在承受波火 Tipop 包括快手 其实我们现在公司是没有体量 去做这么一大一件事的 但是如果说大观景看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 我们刚才想 如果说大观景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滤镜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做好像比较视频滤镜 然后我们就纪念年初 如果大家的视频这么火 我们就做了一款视频滤镜 这款视频滤镜 在美国去长期稳定 在总绑前40 结果当时是其实看到一个大趋势 就是视频滤镜 然后我们擅长滤镜 那我们就做一款视频滤镜 然后可以看看它的一些功能吧 不好意思 视频没有弄过来 其实用iPhone的可以直接搜一下 我们在中国的视频叫选影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给视频加滤镜 比较简单的 但是做的就是怎么说呢 很贴格市场 包括比如说抖音 三个月之前 火了一段时间叫卡点 卡点视频 就跟着音乐 当当当当当吧 然后我们当时就做了卡点滤镜 就是根据那个卡点 当当当当当 然后我们去出不同的滤镜 就是在就是 就是我们当时跑到了 美国最高的是美国总化 第二 仅次于Zample 然后比TikTok还要高一点 然后中国总化的话 我们中国的factor 我们常常在那里的factor 然后现在 即使到上次的话 上次我看下数据 已经有了百万加载了 每天我们的日新增是9000 而且基本上是纯自然量 就是如果在澳洲 如果我们做一个产品 其实你选对一个赛道 做好一个就是一个趋势上的东西的话 你做一个产品 其实你会获得很大的自然量 容量获取不像你想的那么难 就包括一会儿如果说在座的工程师 有一些小项目啊 AISO的问题啊 我们都可以交流 就是我们很擅长做AISO 这种相关的东西 包括自然量 我们这款自然量 每天是9000 可以在我们的国家 对 那就是下一个就不说了 我们再做一些AI 就AI预兴来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立项的时候 我们做产品的时候 也会关注一些性体的数据 就我觉得因为在座都是工程师嘛 就如果说你们创业 做一些产品的话 不仅要看自己的产品数据 还是要看一些景品数据 比如Ulice 因为很多人不关心 比如这款产品 是我们的产品叫海豹工坊 然后其实在美国去跑得比较好一些 因为它整的模板 全是美国去的英文模板 就是基本上 这个产品虽然是工具类产品 但是营收状况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在里面的模板 不是日耕的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的一个美术 你想做一款海报吧 你直接去投吧 然后我们卖的基本上也比较贵 就几十三十四美金吧 一年 但是是因为它的客户是那个 微商跟那个弊端的一些客户 所以说购买率还都不错 然后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充的产品 我讲的例子就是说 我们在差不多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其实这款产品陷入到一个瓶颈 就是它不增长到 它不增长到的时候 我刚才去看景品出去 发现竞品 发现竞品在伯伦比亚 阿根廷 乌拉圭 墨西哥 治理跟台湾的排行榜 排得非常前 那么我们觉得一款欧美的一款产品 在这些区势不可能有收入的 我们也不会关注过南美国家 但是看到竞品在这些国家的收入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要去想 然后我们去想 然后我们的市场过去想 那里要搞一搞 试一试 看看南美区有没有签证 结果就是我们去整个去试一下 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月 我们在一个月我们的营收翻了一倍 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产品 你要看一下竞品 它在哪些国家是好的 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然后你去做的话 其实你的就是 因为出海 它不像你做中国 你做中国 你可能一个区域 你出海了 你时间那么大 你可能就其实对于做增长的人 或者说对商业化东西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很轻松的就是把一个产品的收入 包括它的量级 你自己翻大到比较多的一倍 在短时间内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能做创业的话 然后做一项产品 还是要关乎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流行的东西 比如说微信 为什么做那个就是那个下拉的那个东西 其实它也是在抄那个Instagram Story Instagram Story 就是抄Snapchat 在三十年前的那个Story 其实就是小视频下拉 但是微信现在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也没有很多人用 但是Instagram靠这个功能 抄Snapchat的功能 它的整个活跃度 就拉得非常快 然后就把Snapchat直接秒掉了 然后我们当时做这款抬报 就是Postmaker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想做 想做Instagram Story的 但是我们从市场上买了很多的流量 然后发现 有很多人是 买的Instagram 用这个产品 去做Instagram Story 因为它和我机上是一样的 就是在视频上加字 跟那个文字上加字 就是它虽然做海报 但是其实用户是拿这个海报工具 去做Instagram Story 那么其实你看 其实你看投入器上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马上 把所有的这些Instagram Story的功能 重新又加到产品里面 等于左边是我们原来的产品 右边是我们现在的产品 你可以看到一个 我们特别多家的文化 做Instagram Story 然后我们下班 是已经单提出来的一个APP 专门做Instagram Story 就是说 我觉得在座的服务中师 想做一些创业 做产品的选情 一定要看现在 比如说你要做美国市场 一定要看美国人在用什么 然后你自己做了东西 比如说你会做多加字 你会做文本处理 那么你这些东西 怎么跟市场做结合 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些投放数据吧 然后就是我们也会看一些 比如说这款产品 我们在抖音上 应该跑的比较大 就是大家应该常常看广告 但是今天视频我也没带过来 所以播不了 对我们也 我们所有的这些里边的魔法 都有打点 就是每个魔法它的点击量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看 有多少人去点 然后怎么样去调 就是我们也 就像刚刚之前几位说的 我们也是完全是相信数据的 然后就数据不还什么样 就怎么样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建立 我们自己更好的一些数据系统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 叫Penze3D 对 其实今天讲的其实这么多 但我觉得因为其实 其实主要想给大家讲的东西 就是说 其实主要想给大家讲的东西 就是西安这个环境 其实大概不是特别好 但是大家如果想创业的话 我们公司是自研自发起身的 有差不多研发团队 加上美术 加上可能有差不多八十个人 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 开始做自研自发发行 就是你如果有任何好的项目 你有一个比如说一个 不管是一个手电筒 一个计算器 一个word paper 那么其实你可能缺一些尾数 你可能缺一些市场推广的经验 你可能缺一些ASO 不管这个项目多大 就哪怕是几百美金一天 或者哪怕是几千美金一天 我觉得都可以招募合作 然后我们的话 我们现在的发行项目 我们的广告 属于广告 我们发行项目 现在也是很透明 就是你们如果说公众师想做的话 我们可以承担所有的市场推广成本 所有的利润 不误给你们做分成 就是可能对你来说 是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 然后如果你有项目 打进去的话 可以加我左边的微信 然后如果你找工作 的话就会是我们的HR微信 对对 不好意思啊 做网告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们对公众师对创业有任何想法 就是移动端的 你想做一套LS 你想做安卓的工具 你ASO有问题 然后都随时可以交流 都没有问题 我来结束